以重磅头条报道 俄罗斯官媒在新闻黄金时段向全民报告 前线最新战果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在札坡罗勒的田野间 击退了乌军 还消灭了西方军援的防空雷达系统 似乎要一吐前两个礼拜频繁遭遇境内攻击的阴霾 同步公布号称地表最强武装直升机卡52挂弹轰炸画面 俄罗斯宣称重挫乌克兰反攻锐气 尤其是在巴赫姆特外围的贝尔西夫卡 一副战斗意志高昂的样子 俄罗斯士兵成亲没有弃手 似乎这是在回应前几天瓦格纳批评 俄军全员落跑中的指控 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以古也亲自出面 视察工厂和弹药库 小一谷都不断提到要加速前线军火交付速度 就在乌克兰四机反攻的氛围下 俄罗斯始终不认战事失利 输的只能是乌克兰 只是从俄罗斯媒体到国防部的大内宣力道都能看出 俄罗斯从上到下对乌克兰战事态度已经改变 胡新很自然地就说出战争二字 似乎已经忘了在开战之初 他还下令全国不准说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战争 现在自己却一天到晚挂在嘴边 这种转变是在大众面前 刑诉俄罗斯是受他国威胁被迫上战场的被害者 民意一定要支持 但是却对抢来的占领区来个冷处理 民宅全都泡水 在淹水前俄罗斯宣称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淹水后不闻不问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到大坝淹水现场 眉头皱到不能再皱 而就在他前脚一走俄罗斯炮弹马上炸过来 就这么准炸在泽伦斯基刚刚站的同一条街上 赫尔松本来就是战区 现在还变灾区 边撤离炮弹一边打过来 呼啸声像是要掀起小海啸 洪水中撤离本该穿救生衣 但在这里要穿防弹衣 在哪里可以被抓住这些图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旁边的壁 是在那边的区域 是在那边的区域 是在乌克兰人们在用控制 在另一边的区域 是在乌克兰人们在用控制 另一方面 俄军内认不断 有军官出面指控 曾经遭到瓦克娜雷夕压疼 俄羅斯正規軍和瓦格納水火不容 自家人為了在前線邀功 鬥得更凶 TVBS新聞 奏合報導